因為這一個大喜好時代二呢 因為製作真的是有目共睹 非常的好看 品質非常的精良 所以他們投稿的獎項呢 其實也不少有入圍 但是也不是每一個都有入圍 在這邊必須要跟大家特別講 我們會提醒這個評審 不能夠因為他投了比較多預算 所以你下意識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應該要得獎 或者是會得獎 我們必須先把這一個立場 先把它排除掉 讓有創意 或者是甚至於有創新意義的獎品 的這個作品呢 有更高的得獎機會 那在這裡 可是我必須要說啦 即便你是用創新的角度來看 大嘻哈時代二 我不得不說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它還是很強 大嘻哈時代 好啦 這邊就要特別講一件 今年非常驚爆的一件事情 我不想驚爆啦 今年我覺得走中獎 還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其實有非常多的傳統媒體 他們有把他們的稿給投過來 大嘻哈時代 那個時候呢 其他的製作人 其實要投稿的時候 還特別有來問我說 如果我們投稿 你們會接受嗎 因為如果我們不接受的話 他們也不會去 自找麻煩 會給我們就是 就是很困擾這樣 那我當時就跟他講 你們的影片 都有上在 這個新媒體的平台上 所以如果你們要說 自己屬於這個 可以投稿的範疇 我覺得我也不能說 NO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就說 好吧 那你們就把這個節目 上上來吧 那果不其然的 因為這一個大嘻哈時代二呢 因為製作真的是 有目共睹 非常的好看 品質非常的精良 所以他們投稿的獎項呢 其實也不少有入圍 但是也不是每一個都有入圍 在這邊必須要跟大家特別講 因為呢 其實我們在這邊呢 我們也因為大嘻哈時代 有特別 就是有做出一個討論 就是說 我們認為 這個獎 最終來說 是獎勵 好看的影片 好看的影片有很多意義 譬如說他很創新 他很有創意 但不能夠獎勵成本 譬如說如果他是 大家是因為覺得說 哇 因為他花了很多錢 然後呢 找了很多的攝影師 最高級的器材 然後呢 用非常多的人力去做的特效 而導致他看起來的最終成果 就是特別好的話 這個當然也是他的優點 我們不能夠否定說 他花成本做出來的節目效果 就是真的是很好 可是我們不能夠 我們會提醒這個評審 不能夠因為他投了比較多預算 所以你下意識就覺得說 這個好像應該要得獎 或者是會得獎 我們必須先把這一個立場 先把它排除掉 讓有創意 或者是甚至於有創新意義的 獎品的這個作品呢 有更高的得獎機會 那在這裡 可是我必須要說啦 即便你是用創新的角度來看 大喜好時代2 我不得不說 你用這個角度去看 他還是很強 他並沒有說 我因為說 不要大家不要管啊 因為他花很多錢 所以你就把它當成是最好的作品 你要看創新啊 你就算是講創新 人家也是蠻厲害的 來我們現在來到最佳剪輯獎 最佳剪輯獎 這個部分 最佳剪輯獎呢 第一個入圍者 大嘻哈時代 沒問題吧 大嘻哈時代這個東西 這個節目 他最佳攝影 最佳剪輯這兩個 怎麼輸啊 他怎麼輸啊對不對 所以這合理 最佳節目獎 最佳節目獎就是上班不要看 這次我們也得到了 大嘻哈時代 毫無疑問 他就是會入圍 但是問題是呢 他能不能得獎呢 這個我們不知道 大家最後這個可以拭目以待 年度最佳影片 大嘻哈時代 再度除了節目之外 剪輯 還有這個攝影 他還有入圍最佳影片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 十歲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 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3D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现歌就在这里